上周我们已经知道为了进一步打压ATH挖矿行为 NVIDIA方面将会通过换用显卡核心的方式 从硬件层面上限制显卡的算力 而这种举措对于游戏玩家而言确实是一件利好之事 但这并未结束 根据最近的消息显示 老黄的这种方式将会应用于新批词的RTX30全系列产品当中 至于具体是怎样的做法 下面就跟着超级个儿来看看吧 其实用不着多说大家都明白 为了能够通过挖矿获利 矿老板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契机 从使用30系显卡挖矿 再到回收上代老旧显卡 甚至是利用远古游戏机 而现在就连毫不相关的硬盘 也被拖入了这趟浑水当中去 这群矿老板简直不是人啊 所以为了进一步遏制市场乱象 并为更多的玩家着想 NVIDIA这次可谓是铁了心的准备 限制显卡的挖矿算力 具体来看 KG推特用户Kimi表示 预计在今年Q2季度起 NVIDIA将会调整目前 所有已生产的RTX30系显卡 群中包括RTX3090 3080 3070 以及3060Ti等四种不同的定位 并采用和之前限制3060相同的做法 也就是通过更换核心的方式 从硬件层面上 限制这些显卡的挖矿算力 而详细做法则是 停产之前所生产的 全系安排核心 并将其换为阉割算力的重置版 除此之外 这种做法还将会应用于 即将上市的RTX3080Ti的 GA1022225核心 以及RTX3070的 GA104400核心当中 这也就表示 只要是在Q2季度之后 生产的安排核心 都将会是算力阉割版 而在软件驱动方面 NVIDIA也会同样加以限制 至于会不会影响到 显卡的游戏性能发挥 目前来看是完全不用担心的 并且这批显卡 也将会支持NVIDIA 最新的Resizable 8加成技术 然而比较有意思的是 由于重置版的新显卡 将会和之前的老卡一起 混入目前的市场当中 所以矿浪板们 只能以抽盲盒的形式 去购买显卡了 看你压了还敢不敢 而可能受此影响 目前加密货币市场 出现了崩盘式爆仓 其中比特币一度跌破17% 而以太坊更热暴跌了20%以上 看来玩家们最盼望的矿难 或许在不久之后就会到来 至于真的会不会来 大家可以在评论区 或单位上说出你的看法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目前备受玩家们期待的 RTX3080Ti显卡 已经在正常的备货当中了 而根据此前的参数来看 它将拥有10240个库大核心 配备未宽为384bit的 12GB GDDR6X显存 整体性能将会比 目前的RTX3080强热10%左右 最快将于5月正式发布 至于价格方面 国内预计会是7999元起 所以最近想要购买显卡的玩家 不要过于着急 等于手重制版的 30系显卡上市 也不是不可以 说不定也还有一个不错的价格呢 那如果还想留下更多一些相关的消息 和科普知识 记得关注超级客 我是给强 我们下期再见